我掠过发烧 追赶了汗水 也追赶了不知不觉 流下的眼泪 鸟儿在唱着 儿时的歌谣 你看那蜜蜂在不远处 2022年哪位艺人最火最受欢迎呢 周深还能有谁 周深绝对是2022年最火最忙碌的艺人 没有之一 任何有品位上规格的晚会 或者节目都以请到周深加盟为荣 深深都快忙死了 这次湖南卫视中秋晚会大名单官宣 综艺宠儿周深自然不会缺席 周深成为了音乐界和综艺界最受欢迎和期待的人 其商业价值更是达到了顶峰 如今一场晚会之中 如果没有周深 都不像是一场正式的大型晚会 跨年期间 周深连续在几个卫视当中登台 让粉丝都直呼看不过来了 现在这个炙手可热的男歌手 谁能想到几年前 他还是因为自己的嗓音特点 而没有任何演出机会的落魄小音乐人呢 一代音乐大师对周深声音独特的存在和入心入魂的演唱方式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 为我们更深地了解周深的特色 涂上一层美丽的色彩 周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代表 如果说刀狼是2000年代表 他是10年的代表 10年代有很多样式啊 那么周深呢 尤其在这个疫情的男性里头 跳出来 是因为声线和别人不同 我也蛮喜欢周深 小编第一次见到周深 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他演唱了奇遇的一首《欢迎》 让几位导师为他转身 因为声音酷似女性 导致那音转身之后 对他留下了那声经典的惊呼 难得 小编也是在他刚开嗓时 就被深深震撼了 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声音 确实是独一无二的音色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他声音的空灵与纯净 事实上 大众最初对于他的一些评价 确实太过于刻板印象 只因为他的嗓音雌雄莫辩 便说他是男生女生 其实只是因为 他的声音干净纯粹 空灵且穿透力强 因此才显得像女生 但是现在我们听来 他的声音更像是唱诗般中 孩童空灵的嗓音 没有性别之分 只有美好留下 中生是1992年9月29日出生的 一看90后 七个字幕里头有四个九日 大数 2014年 好像我记得是中国好声音 2014年应该算起来 有八年出道 他当时一名惊人 听他演唱的大鱼 我开始还不是听他唱 是听很多儿童唱 我在做儿童教材里头 把大鱼收编进去 其实因为儿童唱来挺多 所以我后来听到他的原唱 感受他的那种歌唱 那种魅力在哪 当然我也很喜欢他的歌 总的来讲 你听到大鱼 你听到很多歌 他很感性 很柔性 很动漫 他的声线 几乎是在女生的音域的纬度中 穿游穿梭 如鱼得水 声线他的个别 我曾经说过 这是他在一个女生的一个声区当中 那种自由的传说 他的声线 我们往往形成 男人的声线 是比女人低八度 在钢琴上是低八度 那么他是在男人 经常男高音 男低音 男中音 这个声线 就有他翻了一个八度 这就是说我们经常讲 声音和声线 就是他的 怎么说呢 就是他的粗犷于细腻中间 他是偏向于细腻 在宽窄中间 他是偏向于窄道 他不是宽道 那么就是在声线上 我们还讲就 真声 混合声和假声 周声是典型 是用假声的歌唱方式 他跨越中间的 低中低音的 那种真声的声区 但他又有高音区的混合声 假声与混合声 混合音 所以他形成了一种 接近于女声的音域 这是他声线最明显的标志 他的超高音 海豚音 所以他的音域是非常宽 我们的歌手 他可以根据自己的 嗓音条件来确定自己的声区 有的人是没有发现自己的声区 所以我们在发生真声 在混合声 在假声区 他的真声到在哪 假声能够到在哪 到达什么样的高度 最很重要 这也是要不老实去发现 和个人去发现 所以他的高声区 非常好 我估计有很多男生 他没有发现 也可能他的高声区非常好 但完全不会运用 而这个周深 跟我提供了个范例 周深说 他遇到自己的成名之作 大鱼之时 是蒙在被子里露的小样 这足以让我们窥见 当时没有受到重视的周深 是何等的落寞 人们总是对于 自己认知之外的东西 产生恐惧与诋毁 却不能发现 那闪烁的光芒 还好 周深无论走到了哪一步 都没有想过放弃 自己所热爱的音乐 正是他的坚持 才让我们得以窥见天籁 相信2023年 深深只会更加忙碌 多档综艺签约 影视剧也会更多的去涉猎 但愿周深不会成为昙花一现 娱乐圈需要周深 但周深更需要音乐上的奖项和认可 很多男生 他没有发现 也可能他的高充气非常好 但完全不会运用 而这个周深跟我提供一个范例 你听他的大鱼 周深那个大鱼是在动漫电影 大鱼海棠中出现的 你会感觉到他在借海 照镜 介于抒情 所以许多孩子们喜欢唱 他就是因为他的声线 他表现的大鱼 有神秘性 有朦胧性 那种东西 就语言逻辑 你听他的 你会马上分一 这个文字是怎么这么造出来了 海浪无声 将夜幕深深淹没 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 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 凝望你沉睡的轮廓 我松开时间的绳索 这个人物写进去了 开始写于 讲环境 讲大海 讲天际 最后是人 我 进入了这个情景化 是吧 整个词呢 是在最后呢 表现的人出现了 每一滴泪水 都向你流淌去 倒流回 最初的 相遇 他这一句也是最后 他压底 他表达了人的感情 进来了 我回到了最初的相遇 实际他的放手 他像鱼一样的游到天际 在黑夜当中整个描写 他有点 有点暗 这个歌词写的暗 写的朦胧 不是特别明确 要人们去拆 但是周深的唱呢 线条是非常温柔 非常轻柔 去娓娓道来 你们愿意听到他的声音 所以这个是一个 歌唱者的用声线 表达这个歌曲的内容啊 是不同的一种交叉和交接 后来又唱了很多歌 但我觉得还是 大鱼这首歌比较完整 后来的画作孤岛的京 当然还有自己按门铃 自己听 反映这些年轻人的歌曲 尤其最近和那个梁龙 合唱了一个很火爆的 听说算你狠 但这个都不是他的一个 代表性的作 他就开始做了 所以八年的主导呢 他开始唱的越来越火 有很多的是翻唱别人的歌曲 也许是这个中意的需求 他不能都唱自己的歌 所以他除了很多的歌曲 单曲 但是在很多中意栏目里头 你会不完全能听到 但总而言之 我还蛮喜欢的 我还蛮喜欢的歌曲 我还蛮喜欢的歌曲 我还蛮喜欢的歌曲